加拿大国家银行全国房屋价格综合指数今年8月上涨了1%,是从6月份以来连续第三个月升幅低于前一个月,多伦多和温哥华的升幅均低于1%,国家银行房价综合指数是以同一间房屋最近两次销售的价差为基础来计算,该指数在5月的全国升幅为2.8%,6月份升幅出现今年首次跌势为2.7%,7月份升幅再跌至2%,这显示全国房价虽然仍在上涨,但涨势从上半年回落。 8月份全国房价升值有6个地区引领,分别是沃泰华加蒂诺升2.1%,咸美顿升1.7%,蒙特利尔升2.1%,魁北克城升1.3%,温尼博升1.3%及维多利亚升1.3%,加拿大国家银行表示房价升幅放缓或与加拿大房地产协会近期报告的全国房屋销售量放缓有关,而预计价格增长放缓的趋势在未来几个月仍会继续。 另外,智库组织加拿大会议局分析指出,全国消费者信心本月连续第二个月回落,这是自去年3月以来首次出现,信心指数在8月份下跌了7.7后,本月又再次下跌3.5点至110点,这是自2020年3月以来首次出现连续两个月下降。 加拿大会议局发表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是基于家庭问卷调查结果所离定。 该指数追踪国内消费者对当前经济状况、个人财务状况、短期就业前景及重大购买的乐观程度,以及他们对未来6个月的预期,指数是消费品行业短期销售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 会议局指出,随着第四波疫情席卷全国,一些省份推迟进一步重新开放,并且实施新的抗议限制措施。 尽管这些抗议措施不如之前严格,但国民对未来前景的担忧仍在加剧,尤其是安大略省魁北克省和必溪省的民众会议局,向全国的家庭问卷调查又发现,只有18.9%的收房者认为,现在是购买昂贵商品的好时机,这是自今年6月以来首次跌低于20%的比例。 会议局认为,本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下降,反映民众对第四波疫情的谨慎态度。 加拿大国家银行全国房屋价格综合指数,今年8月份上涨了1%,是从6月份以来连续第三个月升幅低于前一个月,多伦多和温哥华的升幅均低于1%,国家银行房价综合指数是以同一家房屋最近两次销售的价差作为计算的基础,该指数在5月份全国的升幅为2.8%, 6月份升幅出现今年首次的跌势为2.7%,7月份升幅再跌至2%,这就显示出全国的房价仍然在上涨,不过涨势从上半年回落。 8月份全国房屋价格升幅有6个地区引领,分别为阿太华的加蒂诺升2.1%, 咖美顿升1.7%,满地可升2.1%,费巴克城上升1.3%,温尼帕升1.3%,以及维多利亚升1.3%。 加拿大国家银行表示,房价升幅放缓或同加拿大房地产协会近期报告的全国房屋销售放缓有关, 而预计价格增长放缓的趋势在未来几个月仍然会继续。 另外,致富组织加拿大会议局分别指出,全国消费者信心本月连续第二个月回落, 这个是自去年3月份以来的首次出现,信心指数在8月份下跌7.7%之后, 本月又再跌3.5%至110点,这个是自2020年3月以来首次出现连续两个月的下降。 加拿大会议局发表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是基于家庭问卷调查结果所理定, 该指数跟踪国内消费者对当前的经济状况、个人财务状况、 短期就业前景以及重大购买的乐观程度, 以及他们对未来6个月的预期, 指数是消费品行业短期销售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 会议局指出,随着第四波疫情席卷全国, 一些省份推迟进一步重新开放,并且实施新的疫情限制措施, 尽管这些措施不如之前严格,但官民对未来的前景的担忧仍然加剧, 尤其是安大略省、斐巴省和卑斯省的民众。 会议局向全国的家庭问卷调查又发现, 只有18.9%的受访者认为, 现在是购买昂贵商品的好时机, 这个是自6月份以来首次跌于20%的比例。 会议局认为,本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的下降, 反映民众面对第四波疫情的谨慎态度。